今天要來談一個敲碗已久的話題 就是足弓鍊有用嗎 阿民師在家做結構時 之前那一集足弓不振全身歪 其實有蠻多迴響的 當然就有很多人說 阿民師足弓鍊有沒有用啊 很多患者很多觀眾其實都會來問 那足弓鍊應該是蠻普遍大家會好奇 而且也存在的一個疑惑 所以今天阿民師想要跟大家做一些 觀念上的迷思破解以及價值的傳遞 足弓鍊有用嗎 有用的足弓鍊跟沒用的足弓鍊差異是什麼 是廠牌嗎 是價錢嗎 還是是別的影響 足弓鍊它是有醫學根據 能夠對人體起到幫助 還是只是一個商業行為下的產物呢 如果你也對這個話題好奇 歡迎你來到阿民師宇宙 趙立老阿民師宇宙的新法則 就是送給大家一鍵三連 影片這麼長 如果大家真的只能記得一個關鍵的話 我認為那個關鍵會是 有用的足弓鍊應該要能夠去增加 我們人體的本體感覺 以及啟動我們的核心肌力 要理解這個關鍵 我們要講到三個關聯 第一個關聯是 本體感覺跟核心肌力咧 它啟動跟不啟動 我們怎麼看得出來 對身體有什麼差別 第二個關聯是 那本體感覺是什麼 這是一種感覺吧 那本體那是什麼東西 第三 足弓鍊可以對本體感覺 核心肌力真的可以起到作用嗎 這就是阿民師送給大家的一鍵三連 那如果這支影片對大家有啟發 也邀請大家送阿民師一鍵三連 可以訂閱、按讚、分享、轉發跟留言 那在講很多原理之前 我們首先先來體驗一下 如果足弓不穩的時候 它本體感覺跟核心肌力 它受影響的樣子是什麼 我第一先重視的是本體感覺 它能夠讓我們的身體 不要去晃動的話 我就比較不需要去啟動 一些代償肌肉 比如說像高荒的肌肉 還有一些斜方肌 腰的淺層 讓我們會腰痠背痛 所以本質上你Rumbl Test 它晃動越大的話 平常是越容易會腰痠背痛 這是我的評估 第二個 你的核心肌力 如果沒有被啟動的話 它比較容易讓你在運動中 或者是在抗阻力的時候 比如搬重阿 還有那個登山運動 用力的時候會受傷 所以我覺得從頭兩個測試要通過 我認為是比較有效的一個足弓點 那柔軟度 我主要是想看說 它有沒有幫助我們 小腿的筋膜可以更滑順 如果它可以把你的筋膜可以貼得更好 你小腿七肌貼得更好時 你脊椎旁的那些深層的肌肉 像你的多裂肌啊 我覺得它結構位置會比較好一點 雖然是暫時的 可是我覺得也是一個可以評估的重點 那我們今天會邀請到 第一是我們美麗的小編 Sean 他本身呢 是有一點點偏高足弓啦 但是他的足弓其實還算蠻漂亮 一點點啦 那第二位是 我們今天的攝影大哥 他本身是一個標準的扁平足案例 我相信很多觀眾朋友 應該會有扁平足的困擾 那扁平足對於你的核心肌力 本體感覺你的生活運動會有什麼影響 我們待會就可以來看一下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實測囉 我們一個人啊 他的足弓對身體的影響 我們會分三個層面來測試 第一本體感覺 與他的平衡有關 那我會用一個叫做 Rumber Test 一個神經學的測試 第二是他的核心肌力有沒有被啟動 第三柔軟度有沒有影響 那我們現在請我們美麗的小編 OK 跟大家分享一個測試叫Rumber Test 是我們在神經學測試一個人的平衡感 首先是我們把他的腳併起來 並且我們讓他的眼睛閉著 接下來我們觀察至少十秒鐘以上 那我們可以在旁邊護著他一下 你會發現到身體開始會有一些輕微的晃動 然後我們要給他一點安全感 有的人如果本體感覺更差的話 他可能晃到會很像颱風天的那個101 甚至會跌倒 你可以感覺到像其實現在的身體 有一個小幅度的晃動 那還在可接受的範圍 這個測試的目的是要去看 我們的身體保持平衡的感覺 有沒有至少壞掉兩個以上 保持平衡主要是靠第一視覺 內耳平衡以及本體感覺 而當我們在站著的時候 眼睛閉起來 我們就是要測試內耳 跟本體感覺有沒有問題 如果我們這三個感覺 有壞掉兩個以上 只剩一個的話 那這個人就fucked up 就是會容易晃到會跌倒 而目前剛剛看起來 像內耳跟本體感覺至少還有working 那如果在這個測試呢 你發現他的晃動又特別大的話 有可能他的內耳或本體感覺 已經出現問題了 你就要尋找神經科結構 或者是 maybe 耳鼻後科 第二是我們要測試下 他本身的核心肌力 我們請他角度並著 做兩種肌力的測試 第一是請他的手夾住身體 我們來壓他的軀幹 請他盡可能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 OK好 他會有點亮恰 第二我們請他轉過來 手讓他背後 OK 往下壓身體會往後倒 這是他的核心被啟動的程度 目前看起來有加強的空間 但還沒有到很差 第三是我們來測試一下的柔軟度 腳與肩同寬 然後身體往下 你看你做的體前彎 可以彎到這個程度 還算蠻軟Q的 那待會我們的做法是 我們穿上足弓墊來測試 現在呢 就是阿民師要進行一個 足弓墊對身體影響的盲測 我準備了 六款足弓墊 他的廠牌 還有製造國家 還有他的價錢 其實也不一樣 我們來看看 Shawn他在不同的足弓墊 以及他赤腳的時候 這些肌力 平衡感 以及他的柔軟度 各會有什麼樣的不同 好了 我們現在測的是A款足弓墊 眼睛閉著 我覺得好像動力剛剛更大 那第二個是記憶力的測試 好 你感覺跟赤腳的時候比呢 我覺得好像更難維持我的力量 那你再提前彎 好 你覺得腰背那些有感覺嗎 妳是蠻軟Q的 我覺得用這一組我的後腳真的特別緊 後腳小腿嗎 就是現在坐式提前彎 我沒辦法再跟下去很痛 緊刺在哪裡 這裡 吸果窩 感覺好像比赤腳的時候還不舒服一點 A款是大概多少錢 600塊 好我們再換下一組 B款 腳並龍 第二平衡測試來 然後比前一款更穩一點 還是會有一些輕微的晃動 可是穩定度有比較好 你自己感覺呢 好像比較好 比較好 核心的啟動測試 而且這個好像比較穩 核心機力有被啟動 那本體感覺似乎也比較好 好我們來提前彎看看 感覺如何 吸果窩也變很緊 吸果窩也會感覺緊 B款是大概多少錢的 550 它其實比前面那款600的 好像幫助更多一點 我們來看第C款 好了 眼睛閉著 我覺得這個更穩 因為幾乎沒什麼晃動 比B款還更小 幾乎沒什麼動 你自己感覺呢 真的沒什麼動 然後我們來測試一下機力 好 好 OK 好啦 這個也蠻穩的 你自己感覺呢 這蠻穩的 OK 我們再提前彎看看 好像可以摸到地 比剛剛那兩個好 小腿後面的緊繃感怎麼樣 好像好一點 比較好一點 我感覺好像比較流暢一些 那這一款大概多少錢 9000塊 我靠要求我9000塊 可是我覺得有差 尤其是第一個Roundbird Test 我比較近距離去看 它的那個晃動的程度 真的是穩定很多 連小幅度的轉圈的感覺都沒有 機力也是蠻穩定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第一款是什麼 好了 好 這感覺不是很穩 這個其實晃動算是比B跟C還明顯的 來 我們來看一下核心機力 這個不行 這個很明顯 它核心機力沒有啟動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那個 提前彎的感覺 好像摸不到地 不行 那小腿會緊嗎 對 會緊 小腿會緊 感覺它的足弓 跟它在小腿進肥骨的這些肌群 沒有辦法貼得很好 OK 那這一款多少錢 400 那我們再來看 一款 好了 眼睛閉嘴 這個不行 我覺得這個晃動蠻明顯的 有些需要用到手的一些代長的肌肉 那如果我們平衡需要用到手代長 就會容易淺層筋膜連到肩頸會容易痠痛 這晃動有點大了 我們來測試第二部分肌力 好 來 這個也不行 我覺得通常第一項測試沒有通過 第二項通常就不會通過 因為你的核心肌力其實跟本體感覺是有關的 第三是提前彎 感覺有點緊繃感 差不多到這邊就蠻緊的 好 這是一款的 一款大概多少錢 1600左右 1600沒有比5600的表現感好的感覺 好 OK 我們來看最後一款 F款 好了 來 OK 眼睛閉著 這個蠻穩的 這個其實跟剛剛哪一款 9000公塊哪一款很接近 就是幾乎身體連一點晃動都沒有 我們來測一下肌力 這個也蠻穩的 這個也蠻穩定的 OK 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提前彎 這個好像還蠻順的 你覺得小腿的感覺如何 它好像更接近我原本一開始 蠻軟的狀態 蠻軟的狀態 這一款大概多少錢 我記得好像一萬多塊 感覺是主供電的價位在其實高低差蠻多的 可是我覺得它的效果其實也差蠻多的 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個結果 我們來那個揭曉囉 這些是我們目前所測的不同廠牌跟不同型號的主供電 結果就如同剛剛所看到的 目前看起來 根據我自己對主供電的重視程度 其實剛剛也是我第一次測這些主供電 然後我也覺得蠻有學習的 首先是來自於對於身體學理的假設 本體感覺是很重要的 那我就先來看本體感覺 剛剛我覺得有比較穩定的有哪幾款 好像是C跟F嘛 C跟F的本體感覺是有比較穩定的 其他的 那個本體感覺它的啟動是比較不顯著 只要那RumbleTest會晃動的我都先排除 還有一款肌力是有上升 B款 B款肌力是有上升的 不過剛剛在肌力上我注意到這三款身體都有站穩 我問一下肌力的差別 欸Sean 你剛剛在用的時候 B C F 這三款 你在用力上 你感覺到有什麼差別 我覺得B款感覺手會有點 不太能夠就是也一起有力量 剛剛也覺得有點落空的感覺 但另外兩款就我覺得都蠻穩定的 好像力氣我也覺得比較紮實的感覺 那個在最後柔軟度的地方 你覺得有什麼差異嗎 你有特別提的嗎 我覺得B款的還是會膝蓋後有點緊 我覺得讓柔軟度感覺最軟的是F款 F款是最軟的 就是我覺得有比我一開始自己 完全沒用足弓墊的時候更柔軟 另外一款是我覺得就是 跟我原本的柔軟度差不多這樣 會不舒服 就結果來看啦 是以啟動本體感覺 可以減少很多身體的一些代償 所以其實如果是我的話 因為我也沒有說一定要去舉重或幹嘛 我反而特別會重視 就是你本體感覺有沒有被增強 那看起來就是這兩款 它的表現是比較好的 而且在啟動核心肌力的方面 其實有蠻穩定的一個效果 B款覺得稍嫌不足是 它的手的那個啟動 莫名其妙會有一種無力感 我覺得它會影響到你核心肌力的這個測試 如果自己我要用足弓墊的話 我會去選這兩款 我想大家可能會好奇說這兩款是什麼 我就先分享這兩款的長牌 像我這兩個長牌是叫 是那個威姬 另外兩款是新款 威姬 一個新款的一個足弓墊 那其他我覺得測試比較不顯著的 不代表它沒有用 而是可能它的優點不是我認為結構上所重視的 所以我就先不去分享它的長牌 今天這個目的 主要是大家如果在挑選足弓墊的時候 可以參考我們前面做的本體感覺的 Rumper Test以及那個機率的測試 那畢竟我得說一句話 因為市面上的足弓墊 我雖然沒有全部看過 可是應該至少幾十種吧 那我們今天錄影片 不可能全部足弓墊我都買來拿測試 所以一定有很多一些遺珠之憾 可是如果你在買足弓墊的時候呢 我會建議你親自去測試有沒有真的啟動到你的功能 這會比較有效不然的話可能就是 足弓墊會有一些足弓的壓力 或者是你就買心酸的也有可能 身為臨床醫師 我對於足弓墊的立場以及看法是什麼 剛剛測試我們可以看到三個面向 第一是你的平衡感 核心肌力 以及你的柔軟度 那這三個呢 跟本體感覺的關係是什麼呢 一人以畢之 本體感覺就是 你閉著眼睛不去看肢體 卻能夠知道肢體位置的能力 那這個感覺受氣 其實在你的關節啊 韌帶啊 肌肉啊 所俗稱筋膜 每個地方都Sensor 那這個能力可以幫助什麼呢 幫助我們在行進間 不刻意去控制身體的情況之下 還能夠好好的操控身體 有點像什麼 我們的神經系統就像是一個超偶師 人就像是一個人偶 而超偶師要去控制那個木偶的一些動作 首先他要先知道這個木偶的這個姿勢 他也不是眼睛這樣去看 喔怎樣怎樣 有經驗的是看繩子的這個張力 很像是筋膜的這些張力 然後他就感受到 這個木偶的腳在哪裡 頭在什麼樣的位置 進來進一步去控制他 所以這個能力如果喪失的話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講嚴重一點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很多長輩啊 他開始失能 比如說突然在家裡木偶先要跌倒了 是不是卡到陰 跌倒了然後骨折了又激少症 然後就臥床 然後吸入性肺炎 開始失能了以後 整個家庭或整個生活品質就陷入一個負擔 這往往都起因於他的本體感覺 隨著他的激少症啊老化啦 平衡不好啦而產生的 所以我們在講保命防跌 本體感覺對於你看最後的這個結果 他們中間的觀念有多大 一般的年輕人如果還沒有進到這種 比較嚴重的危機的時候 其實也可能本體感覺正在喪失 具體的表現是什麼 你會容易有一些腰痠背痛 脖子緊啊姿態推圓肩駝背的這些問題 為什麼會這樣呢 是因為當你的本體感覺正在喪失的時候呢 你無法好好操控你的身體 比如說在坐著或站著的時候 你的動作控制姿勢運動就會不對 那你就用到代償肌肉 包括你在做重訓的時候 或者是日常生活中 那代償肌肉使用就會容易讓你 緊繃啊疼痛啊受傷啊然後又醫不好 而本體感覺其實在身體上很大部分 跟你的足弓有關係 因為足弓的可動性 彈性角度其實會影響到 健肥骨裡面的結構的狀態 讓它進一步去影響到我們的骨盆 脊柱的這些活動跟操控性 它如果出的問題就很像大腦這個提線目 我線突然太鬆或者是某條線太緊 那我們的操控就會出現問題 即使它沒有到像會失能啊受傷跌倒 這個那麼嚴重的情況 但在現實生活中 卻可能造成你一些核心肌力無法啟動 那無法啟動你又要需要工作又要需要生活 你就會啟動什麼錯誤的肌肉 也就是代償的肌肉 那我們怎麼去覺察自己的足弓好或不好呢 我們在足弓這一集有跟大家講一些自我檢測的方法 你可以找你的做結構的中醫師還有物理治療師那些去進一步理解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撇步去觀察一個人的足弓狀態 還有你的走路的步態到底健不健康 我們可以看一個關鍵就是 我們可以看你的鞋底 鞋底會磨損是正常的 比如說這是阿米斯搜尋到一個我們同事的鞋底 你可以發現到右腳的前組的地方其實磨損是特別多的 跟左腳很明顯不對稱 因為理想的磨損應該是要對稱的 而且最好呢 它是有分佈在均勻的前後組其實都有 當你的鞋底磨損狀態不一樣時 就會代表你那隻腳的結構不太對 像這一隻腳大家猜猜看它的結構是哪邊出問題 其實呢 反而我去實際檢查時是鞋底比較好的這隻腳結構是出問題的 那也影響到它的本體感覺 它就容易說在一些姿態的柔軟度會容易受限 會容易腰痠背痛脖子緊 磨損比較多的這隻腳反而是它的好腳 因為好腳可能就代償用太多 那壞腳它的受力反而就沒有那麼的大 所以它的重心跟使用都是在磨損的這一邊 那這種不均等就會讓你容易代償 那另一種會容易磨損的鞋底呢 反而是鞋子的後跟外緣會容易磨損 所以我們常常在皮鞋在補的時候容易補這個地方嘛 而這種類型的人喔 它的重心是比較偏外厚的 那骨盆其實是容易往後倒的 然後往後倒身體為了要平衡的時候呢 就會容易駝背 那駝背我們的頭要領直的時候 我們膏肓跟後頸的肌肉就會容易代償 所以這樣的人容易會肩頸痠痛 甚至會胸悶 而脊柱的那個磨損壓力也會特別大 比較多脊椎骨盆結構的問題 比如小面關節的問題 脊椎盤以及脊椎滑脫 講到足弓問題 也很多人就會說我是扁平足 我們來看一下扁平足的人 如果做這個測試會是什麼樣子 這是我們攝影大哥 那首先我們把腳併起來 內足弓挺好 看著前方 然後眼睛閉起來 我們給他一點安全感 我要許他晃動其實蠻快的 其實晃動明顯的比上還要幅度更大 阿密是在神經科的時候看到那種 會大概叫什麼 怎麼怎麼怎麼 真的出問題會到這個程度 但是平常人 理論上死鳥中應該要穩穩不動 首先我要先講一下扁平足的分真性跟假性 比較是後天的或是先天的那個差別 這一雙鞋子是我們的攝影大哥 他是比較是天生的扁平足 那他的鞋裡的磨損 你會發現他來說還是穿不到一年 那他是怎樣去登百月是不是 足弓固定的時候身體會怎麼旋轉呢 其實他的足弓會比較扁 他的筋骨、骨骨和骨盆也會容易去往內塌旋 可是呢其實人體很難是對稱性的 都往內塌 很像在練勇尊拳那樣 通常還是會有一側的旋轉 順時針或逆時針的 那個順時針、逆時針就是看你受傷的狀態 還有慣用手有關係 所以說通常還是會容易加重我們身體的扭旋 那這種人通常有一個不持久的問題 我講的不持久指的是他站不持久 走不持久、跑步不持久 而且呢他的緩衝空間比較少 所以對於地面的適應性都會比較差 也就是說地面有一點點不平整 他都會覺得感覺到 然後會特別的難受 就是所謂的他對路見不平是特別敏感的 另外這種往內他的型態呢 也會有些人會有X型腿的情形 那其實呢是跟你的足弓有關係 他也連帶會去讓你的骨盆的臀部肌肉塑形 然後有些肌肉就用不到 所以也會容易有那腰痠背痛的情況 我們實測那麼多 足弓墊對身體的現象 我來阿明是來分享一下 我對於足弓墊的立場與看法 因為對我來說 我並不會特別排斥要用足弓墊 可是前提是 這個足弓墊要能夠去啟動到患者的核心 增加他的本體感覺 這才叫有效 否則的話 他會無謂的去增加足弓的一些髒力跟一些壓力 所以反而穿得容易腳底會痛 然後膝蓋帶長成另一個位置 那產生又疼痛 所以有蠻多患者 那我也在穿足弓墊啊 結果還要穿背痛 可是穿足弓墊好像又比較健康 我就會支持他要去看事實 我並不排斥去使用有效的足弓墊 就很像是一個眼科醫師 他針對一些視力眼鏡式啊 或老花的患者 他也不會去排斥說你戴眼鏡 就眼鏡就是個輔具嘛 可是呢 假設有一個方法 假設你也能夠負擔 然後你的身體條件也可以 就是弄個魔法 你的眼鏡式就好了 那你還要戴眼鏡嗎 我就覺得這就是一種選擇 那反過來說 我在做結構的中醫師 我會支持說 你治本的方法還是要把你的足弓 你的骨盆 你該需要調整的結構 要從根源進去調整 盡可能減少你對於外來輔具的這個依賴 這才是對你身體真正健康了嘛 可是如果你一時之間 你找不到可以幫你處理這個結構問題的人 那你又有一些需求 比如說你要出國要幹嘛的 你挑選一個有用的足弓墊 我覺得未嘗不可 那有人會用足弓墊需要一直穿嗎 有效的足弓墊 它是能夠去短暫讓我們身體 有一個新的本體感覺的記憶 可是呢其實拿掉之後慢慢的身體 又會回到你舊有的結構嘛 所以足弓墊很難去改變你的結構 它有點像是角膜塑形片的道理 你有帶然後你角膜塑形到一個形狀 然後你勢力就很好 可是慢慢的它就鬆掉了 你勢力開始又不好了 你就要重新帶 所以它比較像是治標的概念 就比較是功能性的一種輔具 那重訓可以採足弓墊嗎 可以啊 反而這種有效的足弓墊 在你重訓時還能夠保護你去啟動核心嘛 你就比較不會用到代償 可以保護你的一個身體結構 如果沒有踩足弓墊的時候 你又需要從足弓去啟動你的核心 可以怎麼做 有沒有記得我們之前講足弓那一集啊 就是你可以抓腳趾 抓腳趾就是刻意去啟動你的足底肌肉 拉伸你的足底筋膜 把那感覺給啟動 所以你在用力的時候 你可以刻意去抓腳趾 然後把這個重物抬起來 保護身體 它有點像是什麼 你要是 比如說近視沒眼鏡嘛 看東西你會瞇眼睛 你會特意用力去讓腳模式塑形 然後 讓看清楚一點點的那種意思 這個小撇步分享給大家 好那這一集算是去補了之前 挖了一個大坑 那希望這集可以讓大家對於足弓墊 有一些新的認識 了解你身體真正的需求是什麼 而不是盲目的去看廣告 然後說什麼有效你就有 白花錢就算了 還是增加健康的負擔 但你用對了 其實對你的健康是有幫助的 也支持說你要去找到你一個好實質的治療師 醫師 運動治療 把你的身體的結構弄好 盡可能不依賴任何的外物 包括依賴醫生 你的養生命也可以養生活 希望這集可以對你有趣有用 有啟發 我們下回見囉 掰掰 好 夥似 red 一 dreamed 鼓勵 這個是 準備 感谢观看